一般年輕人不敢跨出第一步最大的原因 不是缺乏專業能力 而是不敢放開心胸去交朋友 但假設你知道你的目標是明確的話 你所有的困難做的障礙都可以被明平 往前衝就對了 其實年輕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要很厲害才能開始 其實不用很厲害再開始 你要開始才會變得很厲害 所以當夥伴交到朋友之後 打開眼界很自然的就或比較容易瞭解到 民眾需要什麼很快的可以解決客戶的問題 所以其實從事保險業後 你反而更能夠成為身邊朋友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其實不是不只是我們的業務夥伴 所有的年輕人都要了解 台灣除了面臨這些老年化還有燒子化 未來養他們的年輕人口 一定比他們這個時代更少 那公司有很多的退休規劃的課程跟活動 那即早做準備就可以避免退休時 退休的時候收盲要來 謝謝你 謝謝大家